我是吃座蜗牛鞠宝马 这铁瓜又大又圆又脆又好吃 非常的好吃 我叫紫松龙 退休前是赤字节间村 是福石子 我们这个村是通过日的白前 现在家家户户户都直上了大楼房 我们的日子过得非常的好 想象之前我们的日子 哎 实在太苦了 我们直接建村建大狗生 吃粮八坡 全村一共有125户 375户人 只在十多个赛头上 吃的药冬又破又烂 我们吃水非常的困难 就说个两三千 三千斤位置 没有没地 刚狗吃就 水在那个沟底下嘛 我去的时候是用驴坨 天一下雨十几天 直接就没水吃了 就吃那个房地上那个雨水 铁平公仔站大象 来着日子白前灯菜 每户子叫二万元 就能吃上 清无房 确实有人反对 当时摘我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感觉到嘛 修了啥不痛快 也是咱们祖祖伯伯修哈的 那只楼后哈 咱们就感觉很高兴 我手一开的时候 是插着人家就到锅里面 天然气啪一开 那个火就着了 也不用点 我感觉很舒服呀 感觉有个家的样子 咱们从洞窑洞 搬到行楼房上 现在要能搬得去 问得去 能支付 东西坡扶平协作 现景色无情趣 要给咱们修建 节能日光温室 和港家大船 只要由于发展这个食材 把过餐你 这一块什么 咱们开会讨论一下 吃食材和过去的 辣妹不吃吃 咱搬你 我不对这事 我只好到时间 加个蓝水管 能没吃啥 吃饶你 死来了 破均不能等好药 当地等菜呢 谁在好 还对我们此时不努力 我带工学生 就才知识 带领大货做 别的做 做自己 跟这两个 食材中吃 我都吃 大家现在加油干 这个时候马上就炒死了 好 这个西葫芦 太大了 然后还有这西红柿 你看 这颜色 所以说你这蔬菜 尽不了我们 超级 不合格 天津给我们做了 两食材争加 我们的大汤食材 有酒量 牙虫 芥麻 防止不力 典型的打药时间不对 咱们的少是高度農药 用生菜的办法防止 卓家县的村民 确实非常纯朴 虽然说 接触这些个 蔬菜只是不多 但是他们很看书 特别渴望着学习 小老师实在 我们的食材 当地非常的好 天洋是上司 我们又迎来了 十五万句的大鸡蛋 刮我都自己舍不得吃 小大爷 刮他买钱吧 这么一个刮都八九块钱 十块钱了 你说自己吃多可惜啊 对吗 八块什么 我心里高兴 天罐没了个后家钱 一份更永远 一份受怀 只要你吃点 给上大家干 就能逃遍 这是靠我自己的双手 换来的 换来的富裕的生活 幸福是干起来的 是舒服的 也好好服的 能力服的 生活没有顾虑了 很有安全感 很幸福 就是很幸福 我什么年轻人 回到家乡 好好地干 干吃个羊 让大家看看 爹爹 其实我牛嘴巴马是啥意思呢 你看他 一直努力地往前对呀 对啥呀 对幸福的生活啊 哈哈 哈哈 我感谢你 这不是真正的 我都这样的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那么多年轻人